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来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菲尼莫属 我是兔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菲尼莫属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菲尼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由特约播出 菲尼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由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将获得 由国本精华由和国本美白白五金礼合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大理知识 还有电视机型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来 掌声送给这位老板 今天有新朋友 号称颜值担当 曾经是最早的网络达人的 袁卓 楼市集团创始人 张上海 今天我们节目是 八一专场 向所有军人们致敬 来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数次参与过 武警内部的军事演习 退伍不退色的本质 会让我在未来的工作中 不怕苦 不怕累 向往做一名优秀的男人 27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稳定的月收入 可以让我谈一场恋爱 如果用烟花来点料 叶的剂料 那么繁星在座的夜空 也会被夺没 王爱国 男22岁 辽宁人西安政治学院 经济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爱国 今年23岁 浅显的23岁春秋 没有赋予我多么高大上的学历 今天 我向往做一名优秀的男人 于2013年9月应征入伍 服役于武警山东省某支队 在部队期间 作为列兵的我 参加过总队级通讯培训 数次参与武警内部军事演习 今天我脱下了神圣的军装 来到非你莫处的舞台 我力求一份 锻炼能力强 业务拓展宽 晋升空间大的销售 以及乐营助理的岗位 以及各位boss认为 更适合我未来发展方向的岗位 谢谢 葛老师你好 小雨啊 你紧张什么呀 你不是嗓门挺大的吗 什么叫优秀的男人 就是在场boss都很优秀啊 他们都是优秀的男人 就是他们至少可以来抉择我嘛 是吧 他们抉择你 对啊 你怎么不说你抉择他们呢 因为我是来应聘的嘛 我最终的去留都是boss 互相选择嘛 你是来求职的 但是也是来实现自己价值的 对对 你是多少年入伍的呀 13年9月 第一季秋季入伍 那什么时候退伍的呀 15年9月 你就当了两年兵是吗 对 15兵 退伍的时候留恋吗 退伍的时候还行 我感觉当兵嘛 只是把一个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坚持做 这两年军体生涯是一种锻炼 我想做一名优秀的男人当中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这些事情对我未来的发展 可以提到很大的帮助 你再给我阐述一下 1234 什么叫优秀的男人 我还没听明白 首先一个优秀的男人 应该有责任感 第一要有责任感 有担当 对 第二 第二我认为他应该有一个 拿得起放得下的事业 第三点就是认真啊 对感情要专一 你认真吗 你对感情专一吗 我对感情想专一 目前没有 单身 想专一 目前没有 谈过了 谈过以前 谈过以后 怎么分的呀 那时候年龄太小了嘛 然后后来就去当兵了 一点点就断了联系 那你这个退伍之后 你干过什么工作呢 退伍之后 我在服务店 在那个烧烤店上班 做服务员 我是应聘去的 怎么应聘呢 至少你的长相 五官亲正吧 是吧 至少能看得上眼 我这样可以考串吗 您是个当主持人 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来说 那梅向荣是绝对不能去考串练的 谁说的 我这样才当考串练了 你看都吃成这样了 他说要眉目清秀 脑袋大 脖子粗不是老板 一看就是我 因为当时面是我的主管就是这么说的 面书你的主管说 做考串要面目清秀 就是我们家的服务员只要帅就可以 只要帅就可以 就是我虽然帅得不那么明显嘛 但至少我还可以 是吧 哇 你这个情商服的很高 而且语言能力强啊 这个 这哪里有人晒得明显的 情商高 高 语言把控能力也强 对 晒得不是那么明显 我想专一没有啊 哎呀 这句话真是 那么在考串练干的怎么样 是那种代销售的营业员吗 对 代销售的营业员 那你要推销吗 需要推销的 因为菜牌上没有说说才可以我们提款 哎 你给我推一推啊 我现在正好饿了 你推一下 推一下 您是自己来还是 我们都在呢 我们都非你莫属的这个boss团 然后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去吃烤串 那领导您好领导 领导 对 一般都是称呼客人都叫领导 我们的极品串和极品羊串是特色 极品 对 极品羊串 那得多少钱一串 三块 那菜牌上都有价钱 才三块 极品 对对对 人距离比较多的话老板都会要的 我们今天不吃荤 我们只吃素 我们所有的餐物标准不超过一块钱的烤串 那领导 不好意思 咱有免费的茶区 咱可以坐着慢慢看一看菜牌可以吗 你的意思是我是来喝茶的咯 哎呀 我觉得这个菜调高手 这菜调高手 他马上就意识到赚不到钱 他就招呼别人去了 你说这话寒颤人呐 我好歹我还是得点一串韭菜再走 你最多一个月的收入能拿到多少钱 三千多 三千多 对 底薪是两千七 现在还干着底薪两千七 三百块钱立场 大概 就你这样摔的这么不明显 三百块钱立场 因为我刚干嘛 第一个月是两千五 第二个月是两千七的底薪 就是还是往前走 对 一点往前 现在还干着吗 现在还干着呢 然后特别荣幸的是 店里的领导因为知道我要来参加菲尼莫属吗 然后正常的我应该是没有串修的 就不可以连续休息 但是那个经理看我干的比较好 然后真实话嘛 然后他就让我连续休息了四天 他这是想让你走啊 不是啊 你想想看 他明明知道你要来应聘 给你放长假 但是说实话是吧 我之所以来找副员嘛 就是因为 我想有一个发展空间大一点的 你现在来找什么职位 我想找一个销售或者是运营助理的岗位 那今天如果应聘成功了的话 你怎么跟那个老板说再见呢 来跟他说再见告别 我估计你今天准成 肯定能应聘到一个 来你先跟他说再见吧 其实经理我很感 不待会如果没找到你别怪我啊 那你先说再见吧 作为主面试官那你肯定会帮着我吧 那我也帅得不明显 来来来来来 就是我很感谢是吧 店里对我很大的支持 然后前段时间还给我发微信 说来北京了 就是钱够不够什么的 然后经理说了说 我不阻挡你发 往更高的地方发展 所以说我就来了 谢谢定位 你今天要求薪酬不低于多少 4000加谢谢 那有低于限制吗 没有低于限制 男人自在四方 好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全里位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我展示了PPT PPT 第一是硕果 一只在深海里学拥有的蚂蚁 我自为我是一只蚂蚁 来到了这个落大的社会是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内心的不甘心而已 我总以为这么大的世界 总会给一只蚂蚁生存的空间 所以我来北京 来到参加菲尼莫属 如果今天是吧 没有面试成功的话 那就是得知我性 施知我命 谢谢下一页 然后这是我在部队的时候 一些照片 野营拉链时候的照片 然后还有是演习任务的照片 这是我获得一些荣誉 这是我写的一首歌 谢谢 你写的歌 对 谢谢 哇 那这个唱一下吧 领导真的不好意思 我的旋律感不是特别强 但是我写的 我写的挺多歌 然后 为什么如果你原创的 没旋律我们也愿意听 我们特别不喜欢 你随便来点旋律呗 我可以给他朗读一下 不不不唱 唱 真的要唱 好 大鼓掌 忽然翻开了日记 为谁这记忆的回忆 从来不知道清晨的梦想 会让我停留在哪里 你总是微微的追醒我 松开呢 别急别急别急 想 忽然我的世界没有了你 怎么就变尖 没问题 这是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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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我的世界没有了你 我总是怀揣着那本蓝色的日记 不不不不不 好像每一句都是一个尖 对 就是 都是一个尖 BOSS真的 我差点被你忽悠了 你看 都是一个尖 如果说不着调嘛 确实是 因为我特别的不懂旋律感 但是我 但是我对我自己写的东西 还是挺认可的 我感觉是吧 真实的舞台 我就展现一下自己 就把自己真实的唱功 也唱给大家 他们竟然敢听我 为什么不敢唱呢 而且你还会跳舞 只是爱好瞎跳 你还会跳舞 不会也是一个动作吧 可以展示两段吗 来来来 什么舞啊 就瞎跳的一弯 瞎跳 你就来瞎跳一下我看看 给他随便来点音乐 他瞎跳 谢谢 来点音乐 来了 一个半动作 相当不错 我本来还想开他玩笑 但是我看他脸上那种绳色的时候 我不忍心开他的玩笑 其实他心里极不想跳 但是你还是跳出来了 虽然你知道跳得不好看 但是你挺落落大方的 像爱国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 特别开朗 特别单纯 也特别简单的 像你这样的性格 特别适合跟这个客户的这种交流 他做销售怎么样 互动啊 可能非常好 很棒 而且他做完之后 他的客户都会成为他的朋友 而且会成为他非常信任 下一次的消费还会在这做 我觉得这个职位上 你可以再快 再往上发展 非常好的一个 这情商高吧 不是 在我这 情商高不高 那我觉得是相当高 比你高吧 那绝对的 那为什么你坐在那 他坐在那 他坐在那 这是命运决定 刚才讲了 对吧 你能够专业点 不要老说悬 这是用心学习 专业知识 不 我觉得用心学习专业知识 我觉得他可能唯一缺的 真的是用心学习专业知识 当你说那句话 这都是命运安排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词 叫命运弄巧成拙 是啊 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我们是有一种 共同的语言的 你没听到吗 他的普通话其实跟我也很像的 大连人吧 是的 人家长得比你交人代劲多了 其实啊 我告诉你个秘密 在这个圈里 现在的话 应该都是还没有红是吧 第二轮 如果大家都不灭灯的话 每个人会给你一千五千的红包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怎么表现 能让他们把灯都留下 可以 你怎么把我的词都给抢了 情商很低嘛 我告诉你 接下来命运的安排 就是下期你不会出现在这里 是 我的脑子 其实我刚才分析了一下 可能所有的人 给你 就是说你给所有的人 能够留下很好的一个印象 谢谢你 主要是在于你表现出来的 这样一种状态 一种正能量 一种激情 谢谢谢谢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说 除了这个营业员的 这服务生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外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 跟销售相关的其他的经历吗 我目前退伍以后 只做个那个服务员 但是我相信一句话是 能力之外的都是努力 谢谢 来王以丽 你举台要说什么 你刚刚提到说 除了能力之外都是努力 这是第一点 对吧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你可能嘴皮子很溜 是吧 脑子转的也够快 是吧 也很懂得大家想要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们说 你在能力之外的努力 大概都努力的哪些 我前段时间看了咱们 播出的一个节目 说他是一个高材生 然后他可以背 圆周率100位 我记得当时 陈作伟拿手机看了 然后我想说一句话 能力之外的都是努力 圆周率100位我也可以背 虽然我没有读过大学 你背一下我听 可以吗 来 谢谢 拿手机出来看着 你是看完那期节目以后 背的是吧 对 那也行啊 背100位 来来来 派等于3.1415926 5358979 3238 46264338 3279 5028 8419 7169 3993 7510 5820 9749 4459 2307 8164 0628 6208 9986 2803 4825 3421 17067982 谢谢 对吗 那我能这么问吗 5105以后是多少 打断你从中间开始背 那个 那个确实没有打断那个 你不再这么为难人的 我不是要为难你 就是我想知道你背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想证明我也有能力嘛 我不是想证明我都有能力 你这个岁数有一定的激励是没有问题的 别跑题了 别跑题了 王爱国今天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自己的 要应聘的岗位的能力 对 对吧 这毋庸置疑吧 我觉得并没有 我觉得并没有 因为我们对他的喜爱造成了我们 并没有把他的职业对比 搞得很清楚 对 既然都说他能做销售 我们没考销售题啊 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现在最大 他刚才卖考串就是销售啊 没有没有没有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现在没有他的一个职业方向 可能你现在想做销售 是因为其实你对这个职业的选择 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你并不知道其他还有一些 其他适合你的什么样的选择 比如说今天这个袁总他 他说可以培养你作为一个段子手 那说不定你之前是没有考虑过的 对吧 但实际上面有可能你的能力是可以达到 其实说实话领导 我考虑过 但是本身嘛 在如果不在这个舞台 在线下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协会拿 会看着我一个就是 还是我一个大专 文聘的是一个门槛 那就这样 那就这样 除了我先问你 除了销售之外 你觉得还能干什么 想过没有 或者是知道吗 我想我想我想写段子手 但是我怕 你想过想做段子手 但是我怕来到舞台是吧 说实话 我有点紧张 然后我就想 有一个基础感 因为他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 能够在现场 观众们逗笑的 还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对 有节奏感 还有觉得 他适合不干别的工作的吗 有吗 我想问问 部队出来的孩子肯定执行力特别强 适合从管理的基层干部开始做 管理的基层干部 好 我想问问你 艾国你特别适合做我们的团建的培训师 听说过这个职业吗 特别了解 就是一种做户外拓展培训的这种培训师 特别适合你原来在军旅生活和 能够你这种性格 沟通能力 然后能够培训很多这个团队 你没想到你能干这么多吧 只是在众多的选择面前 你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是 然后再执着的去做 是 好不好 你觉得脑袋嗡嗡的吧 有点 那现在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做选择吗 可以可以 注意啊 再提醒一下 现在灯全是亮着的 如果接下来还是亮着的 每个人准备一千元的大红包 我们艾国要收红包了 谢谢各位boss 第二轮选择去或留 你看这些灵色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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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可以照发 还有十盏灯 想问一下两位扣门的boss 你们兜里到底有多少钱 艾国给大家的那种感觉都非常好 但是我没有留灯的话 主要的原因是恰恰因为他有了太多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老板来讲的话 我招聘不是要招最优秀的员工 而是要招最适合的员工 是 来我们来听一下其他人推荐的岗位 从梅向荣开始 就是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银科旅游的渠道部的商务拓展经理助理 杨潘 好 谢谢领导 拓展经理的助理 我觉得你能行 袁卓 我给到你的职位是那个客户经理 好 谢谢你 来 尹峰 咖啡G给你留的岗位就是管陪生 咖啡G欢迎你 谢谢你 领导 探路者给你提供的呢 是我们探路者旅行 体验式旅行的培训师 好 谢谢你 领导 我想给你的职位呢 叫合伙人服务干事 我看你的这个座位名写的叫 能力之外都是努力是吧 是的 我想说的是 能力之外不仅只需要努力 还需要机遇 掐指一算 你命中缺我 谢谢您领导 施晓英 我现在给你的就是一个实习生的职位 谢谢您领导 我觉得你做行政 暂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有执行力 你有记忆力 好的 谢谢您 来 怀直 现在特别火的 视频 直播 解决方案的技术提供 这是一个客户服务的岗位 好 谢谢您领导 李浩阳 学教育希望给你的是这个 校区的市场招生主管的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呢 而且女朋友特别好找 因为我们全国有 不是说女朋友 地点 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在上海 在剩下的施展灯当中 施展灯是十种机会 自己做决定 15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是吧 谢谢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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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漂亮 可以抱一下 晴晴姐姐你也很漂亮 现在可以抱着 我要抱着 谢谢您领导 谢谢您领导 很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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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标准高 可以吗 可以拥抱一下吗 好 谢谢您领导 谢谢您领导 还有灭梁盏 灭梁盏 灭梁盏 让我想一下可以吗 谢谢您领导 谢谢您领导 您的职位太好了 然后我刚才怕那个 三面一盏 抓紧时间 两个做理由是你绝对的成功 两个做教育的面一盏 绝对好 陈总您是我的异象体验 您可以直接给我管陪生吗 刚才给的岗 是我目前觉得可以给的岗 你表现好在改 谢谢您 有请李浩阳 真浩 谈钱不善感情 我很怀疑有个人跟你说 所说的到他那工作 方便找女朋友诱惑了你 我发现每次我上台 这个图里都嫉妒我 快写 不管我加工资他要说 减工资他要说 掐指一算 命中不缺你 四千五五千五 补一句啊 一定要这个 找一个大公司 找一个上市公司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要在规范的上市公司里面 去进行一个锻炼 我想补充一下 我觉得第一 浩阳曾经在上市公司 真总说的对 一定要去一个大公司 但是呢 你不应该现在直接进上市公司 而你应该找一个 有过上市公司经验的 规范化管理很懂的老板 又从零开始创业的公司 非常适合你 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 也不相信立浩阳的嘴 最后我再说一句 我录取的选手 带留职率80% 而且现在反应都非常好 马上要返场 15秒钟时间自己考虑一下 探路者 朋友印象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 朋友印象 我现在的感受是 心情比较开心吧 因为有boss为我留灯 而且有boss也给出了我预期的薪资 这让我很开心 然后这让我对未来的发展 有很大的动力 来到这个舞台 谢谢 欢迎通过五八同城 报名参加本节目 能找工作能招聘 神奇的五八真万能 找工作上五八同城 感谢五八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五八同城客户端 马上体验万能的五八 要旅游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应版元现金券 生活中的我乐观开朗 神经比较大条 自己有闲暇的时间的话 会做一些小创意的产品 以后的梦想是 有一份高营养的工作 高品质的生活 和高修养的自己 在庞大的城市里 能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 谭启飞女25岁山东人 曲副师范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初恋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谭启飞 2014年毕业于曲副师范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有两份工作经历 第一份在青岛交通银行 第一个月 业绩达到1万以上 第二份工作 是辅助领导完成 大项目的一个销售 以及方爱效果图 宣传视频的制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希望找到一份 有关于影视销售 或者是其他boss们 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陈老师 是一个新生的军训教官 是的 你有多高啊 近身高1米75 近身高1米75 你怎么可以长这么高呢 我们那个团队都是这么高 都是这么高 这是标准 是啊 是 你今天为什么穿一身的红 今天是八一专场嘛 中国红不但能衬托出 东方女性的肤色 而且还对那个 还符合这个 我觉得很符合 为什么有些人穿红 这么好看 有些人穿红那么难看 你是说我穿红难看吗 诶 聪明 普蕾就是这个意思 愣住了 长得高股价大 然后来了北京之后 因为男朋友照顾的好 也发福了 男朋友有多高啊 我男朋友1米9 在那儿 你们俩回去别应聘了算了 所以没有很大的空间 你们是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高配矮美配丑 才符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嘛 你们把优势资源全都垄断了 让我们怎么活 没有 图磊老师你在我心里最甩 是吧 不瞎砍了 你男朋友脸上 已经露出不悦的身材了 1米9我可怕挨揍 来 来说一下 这个你曾经是两任的 这个新生军训教官 这是需要考的还是选拔出来的 摘选20多个人 然后升旗 这20个人呢 是要训练三四个月 每天都训 就是占军资啊 然后夹指啊 还有那个占台阶啊 就是一些基本的 就是军人的一些训练 苦吗 非常苦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 共和国的护旗手 第一届的参与我们的节目 他说有一次苦到什么程度 就这样正立踏步的时候 踩到一根钉子 直接戳穿了脚背 他还是忍着痛 把整个任务完成了 整个军靴都穿通了 我们倒没有那么苦 但是我们就是抬腿要抬半个小时 就是这样 就是我穿着一个 就一直这样半个小时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求持 这个平台好啊 哪儿好啊 这个平台 我觉得是公正的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一直做的是销售 我的专业其实是偏艺术方向的 我非常喜欢它 因为是在青岛 我没有办法从事它 所以我来到这儿就是希望能够 用上我自己的销售技术 然后又能够 不会放弃我自己 就是说对影视这一块的 影视专业 对 就是想找这样一个工作 能结合是最好的 你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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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低于限制吗 北京 一定要是北京 一定要是北京 因为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找我对象的 谢谢 第一轮选择去获得 全流 长得好就是好啊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因为我是做影视专业的嘛 我想回归 尽量回归这一块 我从四个视频里 每一个视频挑了一部分的那个镜头 剪辑是吧 然后剪辑成一个视频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频都不是我拍的 但是是我搜集的一些高兴的视频 然后把它们剪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第一个呢 是想表现一个大的城市里面的一个工作状态 跟人们的一个生活状态 第二个呢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 我希望我进入一个高效率 有营养的工作 而希望能够有高品质的生活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有羡养的自己 大家会看出这是由四个片子拼出来的吗 我就看出来这是堆砌素材 不知道怎么就能联想到你想表达的这几点 而且这是你的想法 这跟你的价值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要看的是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我看的不是你的梦想和你要做什么样的事 谁都想往这个高营养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但是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 你的能力我一点没看出来 我想表达的主题就是在大城市里 人们的一个工作状态是非常高效率的 非常就是说能够有激情的去完成这个业务上的交谈 高效和激情这两个词在里面都没有 除了看出来了是这个穿的比较好 都是这个裁身的西装飞机对吧 高大上的工作场景 你刚才说的高效怎么体现了在你的影视里面 有的 里面有一个女的可能就只有五真的 五真的这么一个镜头很短 但是那个女的是在演讲 带眼镜的 而且是以高速的演讲 带眼镜的 小权你要不解读的话 我以为是汽车广告前面 你这种不懂艺术的人 你不解读的话都没有看出来 你不要问 我是不懂 但是我作为深入我怎么能明白吧 库尔特你懂艺术吗 我觉得我不懂的时候我可以请教 但我不会用质疑 对吧 我觉得你这一引导很好啊 图老师就是专业的 你很拉倒吧 其实库尔特 你要是懂艺术的话 先把普通话练好 王以立 王以立 言归正传 就是 就是起飞你想表达的 就像刚刚我们各位boss问的是一样的 你通过这个剪辑 你想表达你什么能力 因为这是天生我有才 而不是我有多美 我想要什么生活 其实这几个视频呢 我觉得boss们说是简单的堆砌 我觉得不对 这个视频是我前天一个晚上 我从六点开始剪到九点 然后我已经是修改了一次之后的 因为视频我觉得就是尤其镜头 镜头它该放在哪个位置 都是有讲究的 起飞啊 大家已经不认同了 你在这里 你没必要去说服 而且你做的是销售 我觉得你不要再谈剪辑了 谈剪辑给你又是减分 那个视频已经减分了 对吧 再掰还是减分 谈谈你销售的能力 和你销售的 就是以前的业绩 对不对 这个重点谈一下 我倒是想谈一下 不要再被老板打着走了 尤其那些误狼 许怀哲 因为他提出过 想做影视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把这个视频拿出来了 不对不是做剪辑工作 但是没加做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可以看出它的销售能力 我有一个提议啊 谭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视频 我们不再去纠结它 做的是好与坏了 但是你的求知方向是 影视类的这个工作方向 你能不能就这个视频 它作为你给咱们公司 做的一个视频剪辑 然后你把它销售出去 我们想看一下你的销售功底 到底怎么样 其实刚刚这个题目特别好 对啊 是跟影视相关 又是跟销售相关 你把这个视频卖出去 你拿着我们公司的广告片 你去卖给尹总 好 你怎么说服他 说服我植入广告 让咖啡之意 花钱来买你这个视频广告 好 我明白了 你好 尹总 嗯 我这边有一个视频 据说是要在 《非你莫属》舞台上播放 然后它有一定的广告效应 有没有就是说 某个咖啡秀 就是这种短暂性的小视频 可以做个推广 我这边可以给您做一个 可是我天天都在《非你莫属》啊 嗯 如果说您人在这儿 然后就是咱的咖啡 又能体现在说明求职者 对您更关注啊 这样的话 您不是可以说明的印象吗 我都不知道你的视频 是什么内容 然后我怎么植入 嗯 因为在《非你莫属》舞台上 受关注的是12位boss 然后我们选手也会受关注 所以说如果选手 拿出视频来的话 其实也是对这个一种宣传 如果我们达到双向的宣传的话 会更好 就是不能打动我 因为我觉得我更能 把凯夫说得更清楚 你没有具象的东西 让我觉得这个植入有价值 刚才那个销售 其实我个人感觉 其实点找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视频的价值 并不在于 他自己这个视频的创意本身 而在于 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后 能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 我觉得这个点找得特别好 那在这个里面的植入 我觉得是有效的 可能对尹峰来讲 吸引力没那么大 但对我这种 一万年说不了一句话的 其实是有吸引力的 我觉得所以这个点 其实找得蛮对的 来我们最后听一下专家的意见 王以丽 就是刚刚你一直在提到 你自己很喜欢媒体 对吧 媒体艺术 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并没有看到 起码从我没有看到说 你真的对这个有这么热爱 你有什么方面能显示出 你是这么热爱的 不想放弃你的专业 其实先确认一下 到底是喜欢媒体 还是影视制作 我喜欢影视这一块 影视的什么 传播 制作 还是什么 还是策划 到底是什么 影视的什么 还是上镜 我 不是上镜 策划吧 偏策划类这一块 影视幕后的策划 那如果今天没有与此相关的 你接受吗 看boss们给我定位 应该是怎么样的 别看我们 你不能说我们有什么杠 你就将就 我觉得你来北京 不是只找你男朋友 你还要在你未来实现你的梦想 对吧 所以你要把你的梦想脚踏实际 你得搞清楚 你到底要干什么 对 而且影视行业 他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对 说白了他现在就是想要成功 想要留在北京 想过那样的生活 而且影视行业 现在是缺人的阶段 因为这两年刚火爆起来 尤其是影视行业的销售 发行啊 植物啊广告啊 我觉得你就定义在 一个算是学过类似专业的 影视方面的销售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定位 对 是这样的 对 那你没必要在做什么策划 你先不准确的 好 来 第二轮选择续后来 还有七盏灯 来 梅向荣 商务拓展经理在北京 好 谢谢 非常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 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把我送到下一个环节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关于影视销售的问题 好 谢谢袁总 来 雷涛 几飞你好 我想 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看过秒拍啊 或者是小开秀 我自己一直在玩一直播秒拍 还有那个小开秀 对 其实我今天本来想给大家 带一段小开秀 那你模仿一下看看 来来来 来来 因为我怕冷场嘛 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么一段 模仿一下宋小宝的 咖啡那个是吧 对 但不是咖啡 皇上劝我一语入君瞻 对对对 来吧 跟大家模仿一下 各位boss缓解一下气氛 一定要模仿出那剑剑的样子 哦哦 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呀 就独得皇上恩宠 这后宫家里三千 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 于是我就劝皇上呀 一定要与陆郡长 可黄罗飞是不听呢 还不 还没有里面的原汁原味啊 我觉得要是雷涛弄 雷涛肯定行 雷涛PK一下 雷涛讲一段 雷涛表现好 雷涛说对的 也不错 那是雷涛表现好 那是雷涛的 这就是雷涛表现好 这就是雷涛的 我一直劝皇上呀 一定要与陆君瞻 可是皇上便是不听呢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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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比他还要有韵味 你比他还要韵味 原卓也应该PK一下 不然你待会儿 怎么办 赢啊 好 那我也来一个 自打我进宫一来呀 皇上就独冲我一人 我就劝皇上呀 你要语录君战 可是皇上呢 就是不听呐 你是个破 来来来来 继续提供岗位 那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 一直播的这个商务BD 林峰 谢谢 两个岗位 第一个是市场策划 第二个就是BD 咖啡机欢迎你 好 谢谢余总 施晓月 可以从商务销售开始做 不光是做销售 还可以在这个剧组的 这个制作过程中 一起进步 有一个职位 好 谢谢 徐怀之 是做企业的品牌 影视的植入 做销售岗 好 谢谢 来 起盏灯当中 灭舞 刘二 15秒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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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灭我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没有 没有 我能要再灭一次 你好 谢谢宜总 好漂亮 你好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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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谢谢您 有请袁卓 史晓月 谈钱不上感情 来 把你们的薪酬写好了吗 请揭晓 6000加5000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两位老板 两位老板的工作地点是在哪里 具体哪个区 楼市传播的工作地点 是在东芝麻 三旅头对面 好 谢谢 我们影视公司的总部是在南罗古巷 但是我们的摄影基地是在 顺义和朝阳交界的地方 红砖美术馆 好 那是我们的摄影基地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哇 这么笃定啊 要问一下你男朋友吗 不用 你这么没地位呢 没有 至少也得迟疑一下没有 看你一眼 看都不看你也没有 想 好 自己做主 来 15秒钟 伊丽诺伊 楼市或者是谢谢再见 伊丽诺伊 这个岗位其实就是结合了 我自己的一个是我专业 另外就是一个销售这一块 我觉得都是非常利用好 我工作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是 未来发展是没有问题的 一定是很好的努力干的 欢迎通过58同城报名参加本节目 能找工作能招聘 神奇的58真万能 找工作上58同城 感谢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载58同城客户端 马上体验万能的58 要旅游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应把人献金券 在部队当兵八年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我来到飞宁莫属 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生活过程当中 能够给家里面提供 最好的生活条件 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秦冰冰 来自于江西省武林县 那我个人的主要经历 当兵八年 在列车售货员 岗位上面三年 当兵期间 历任战士班长 代理排长 那我今天来到 飞宁莫属的平台 主要是想找一份 类似于销售类的工作 或者各位老板 感觉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别那么严肃嘛 我们是老乡哎 是的 土雷老师是南常的 没有谁老乡 见老乡像咱们这样声色的 你长得凶啊 可能是说我当兵的 对于一些场合 感觉就是说应该正规一点 当了几年兵啊 八年 什么兵种 陆军装甲兵 我们是水路两栖坦克 我是驾驶员 你是驾驶员 是的 好开吗 水路两栖的 比汽车好开一点 比汽车好开一点 是的 我们方向盘 跟汽车方向盘是不一样 它是上下没有的 就是半旋型的 然后它党位 全部都是夜压党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 那不需要说像我们这样 注意这个路上的线 不能压线干嘛的 我们是有 只要一段距离 在里面就行了 获得过什么荣誉 五次优秀士兵 一次演习先进个人 一次优秀共产党员 是什么时候退伍的 12年12月份 12年12月份 当了八年兵 对 现在是一个什么身份 现在是列车售货员 销售成绩 由最开始的几千块钱 后面销售的成绩 可以达到好几万块钱 是卖什么 卖那个杂志啊 小玩具啊 卖的有充电宝 玩具 你给我们演示一下行吗 比如说这就是列车 好 在座的各位理科朋友们 大家注意了啊 全部往我这边看过来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认为我们人 一生当中什么 最重要 吃饭 健康啊 睡觉 这边哪个帅哥说的了 健康最重要 刚才呀 我在前面的13号车厢的时候 有一个帅哥他说 金钱跟美女最重要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金钱跟美女重要吗 重要 但是跟健康比起来呢 一文不值 为什么 我家隔壁就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板 你不就是卖个方便面吗 说那么大事 老板 这个我这个是不是卖方便面 我是卖个眼镜按摩仪 我要从这个健康慢慢地给它引导到这个近视 然后再来介绍我的产品 你这个销售绕地球五圈了 在现实当中呢 我们的客户一定不会停留这么长时间 很短暂的 怎么办 但他的销售业绩不错 这当然会 就是一定的 因为他是普通列车 普通列车的话 他坐的时间很长 对 我读书的时候经常坐 是的 那么我现在现场模拟的是这个列车上面的售货 对啊 不是说模拟 你这个模拟 一对一的售货模式 你别急嘛 真别急 你的销售业绩到底怎么样 我的销售业绩 反正一个月最少能拿一万多块钱 跟别人比怎么样 跟别人比公司里面两百多个人能够排前十 那你的销售技巧 大家刚才觉得过于的冗长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这个销售过程确实是很长的 因为我在一个吃香里面做一个广告要一个小时 那如果其他人也 其实这可能都是套路 给我的感觉就是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凭什么你这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你的技术壁垒是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会找一个什么借口 那提问题是由礼物送的 我问一下 就是整个的这个流程互动和这套词 是你们上边培训下来的 还是你自己编的 这个流程是我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刚开始售货 业绩不是很好 你又打乱了 让它完成嘛 成绩不是很好 你赶快完成 赶快完成 怎么卖 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当中 它就是这么一个销售 每个人都是这种 我想知道它最后销售的样子 是就卖东西 就提问完了 给了奖品 最后怎么着 怎么着 最后如果接下来就是 怎么说 怎么去销售这个产品 怎么说 比如说这个眼镜按摩仪 那接下来我送给那些哪些朋友呢 眼睛有问题 需要这款的产品的朋友 那这时候会举手 那这还不是免费送吗 接下来 有谁愿意花一百块钱 有谁愿意花一百块钱 把这产品买回去的 把手举一下 好 可以 我知道了 这个我终于知道了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秦彬彬 如果不按照你的这个顺序 你是不是没法完成销售 不会 你现在提炼一下 你这套销售的方式 能够提炼成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方式的销售 销售方式 第一个 让所有的旅客朋友们接受我 你能笑一下吗 笑地说 第二个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进行搞好氛围 第三个 那么 这个概念引导式 就是说把这个扩大 然后慢慢地引导到 这个产品上面来 第四个 刺激消费者的需求 然后最后一个 吸引式销售 吸引式销售 对 来 来 来 关老师 你刚刚说 你们那儿有200个 做销售的对吧 是的 然后你能做到前十是吗 是的 你采用了比他们 这个更有优势的策略是什么 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卖不好 卖不好之后 我会跟着那个卖得好的人 到火车上去看 看了之后 我也去看了一个 后面有很多会场营销 然后再结合 自己琢磨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指 公司只给了你产品资料 没有给你销售的话术 是的 销售的话术 每一句话都是你自己琢磨的 你只是背了产品的性能 公司里面销售培训 他也会告诉我一些顺口溜啊 或者说一些 劝货的一些技能 你说你一个月 能够挣到一万多是吗 是的 那你今天来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最少是八千 最少是八千 是的 底薪吗 给个理由行吗 为什么 理由 就是说我现在还是在职的嘛 如果说给不到我这个工资 我不如回去 是的 那 那就别换了 这八千是底薪还是 那个加了提薪 是综合收入还是底薪 你现在 综合收入 你现在做这个的底薪是多少 我知道没有底薪 我还要给公司交钱 那你今天我刚才问你的这个问题是 最低不低于多少 底薪不低于六千五 有低于限制吗 低于限制没有 各个地方都行 是的 除了销售之外 别的也考虑 也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除了刚才那个销售展示之外 你没准备别的是吧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今天我们把重点落稳一下 这除了销售 你还能干什么呢 我今天最主要来就是找 那就是销售呗 是的 那就是销售呗 我能问那个 冰冰我给你 我给你来加持一下 来 真浩 这个 你的这个场景 只有跟我这个行业是最贴的 知道是什么吗 探路者 你这个场景实际上是在我们 所有跟团游的场景下 是最贴的 叫场景式营销 对 因为特点就是 你比如列车的特点 就是时间久 是吧 然后呢 用户会不要 这个 有较长的时间 听你的产品 真浩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他刚才大家都质疑说 觉得他这个人 比较死脑筋 我必须按这个顺序 这个套路下来 但是他销售业绩 还可以能排到前十 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别看他笑的 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这个小伙子 情商还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懂得去 在工作中揣摩 那个客人 在买单的过程中的需求 但是你在未来的销售中 比如我们在座 这些boss里面 在未来销售当中 如果没有这种 场景式营销 你怎么能够把 你的这种情商 和你的这种销售技巧 带到一种新的销售场景中去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曾浩的这番 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你认可吗 认可 如果转换一种销售场景 和销售方式 你能做好很大的变换吗 也可以 也可以 来 库尔特 其实我想问一下 这个真种这块 就是您刚才评价 他情商高这一块 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说实话 我的确没看出来 你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 其实业绩能说明 他的情商吗 但是我觉得业绩 你看二百个人里面的情商 我真心的情商 他的销售额 一定是和情商有关的 对吗 就是你没看出来 你是推导出来的 他的销售额 可能是一万三 也可能是八千或五千 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你怎么判断 他的销售额是真的呢 不是 库尔特 这是因为真好情商高 他说这句话 就已经证明了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 是从哪几个点 从哪几个维度 你判断出 给出这样的结论 宾宾啊 不要管别人 找一个懂你的老板就好了 老板 其实我真的是很希望 你能告诉我是 怎么看出来的 我关于情商的问题 我在前两天 专门看了一本书 什么叫情商 你别扯话题 说他呢 我这个问题 一定是能回答的 情商是获得 别人信任的能力 我相信 宾宾 你证明给 我们在座的观众 获得别人信任的能力 就代表你的情商 最起码你获得了 我的信任 我就认为 你的情商够高 这其实呢 也是我想说的 情商不是 来 再热烈一点吧 谢谢你们 我很认同这句话 情商不是刻意的 有意的体现 好像你显得情商高 有的时候他不做什么 能够得到认同 这也是情商高的一种体现 你不认可这句话吗 他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真好说的这个理论 我承认 但是他的整个的销售表现 我没有认同 他没有说销售当中 他没有说销售认不认同 他说他这个人有情商高 获得别人信任 难道你不认可吗 我觉得从旁观的角度 我觉得真好喜欢他 那是因为你喜欢他 所以你认同他 这跟情商没关系 那我理解的情商是 那个人本身要有 很强的同理心 你能够琢磨到 你谈话的对象的需求 是什么 这一点我觉得 还真是没太看到 只是你的整个销售过程中 你设计之前 设计时候曾经考虑过 那一群顾客喜欢什么 但是真正面对现场 当时那么多打岔的时候 你并没有体现出同理心 你的情商很高 我很认同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底薪的话 六千五不变吗 这是最低的 因为你以前在列车上 是没有底薪的 你都愿意干 但是为什么你出来之后 你的底薪要求并不低 因为是这样子的 我在列车上干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最开始的 过去的时候 那么 情商 同理心 同理心 你知道那个女人 想要问你什么 知道这是什么套路吗 这我就站着回答你吧 你不一直是站着的吗 你坐过吗 你一直是站着 好像我 你这句话让我好恐怖 你知道吗 好 可能我普通话不标准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回答你 你刚才这个笑话情商很高 你让我们瞬间就瓦解了 战火纷飞的局面 因为个人能力跟这个底薪 可能他们说在销售方面没有好大关系 但是我个人认为你销售成绩好了 那你底薪也可以说适当地增加一点 冰冰 那个我现在想给你一个建议 至少我是非常认同 你很胜任之前那个销售的岗位 对吧 但你今天既然到这边来求职 我相信就是说 原来的那个岗位 可能你已经做到顶了 你如果再要成长的话 很难了 那如果你要跳出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岗位的话 那你可能要面对 其他不同的销售的场景 可能没有一个小时给到你 我觉得王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有可能 你要降低你的心理的预期 王家良跟曾浩的意见都是很中肯的 调一调 对就是要获取一些新的销售 稍微调一点 那往下调500块钱6000 哈哈哈哈 哥们你真给我面子啊 调了两个250 哈哈哈你能再调四个250 5000块钱吗 5000底薪吗 应该不要去逼他去下调底薪 因为他现在的收入 按我理解是比较稳定的 他为什么要下调 我们没有逼他 你调不调 这是选择 现在不调了 不调了 这是最低的 先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四盏灯 来我们听一下他们推荐的首位 从梅上容开始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我们银河旅游的 这个销售经理 杨派 因为你在江西 然后你有老婆有小孩 是的 所以呢我给你的岗位是江西的拓展专员 盈峰 咖啡G给你留的岗位是 营运助理 陈浩 拓展室或团建的这种产品的销售 来思考15秒 灭两盏留两盏 去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大家有请真浩杨派 谈钱不算感情 请揭晓 4500加 那个4000是什么意思 我 绩效 问一个问题可以吧 你可以问问题 我想问一下亚唐老板 你这个业绩的话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目前的话是开拓物流这一块 他每一个选址的话我们都会有奖励 就是绩效不低于4000 对 是吧 只要正常完成任务不低于4000 一定不低于 其实加起来应该是8500 如果说你注意到的话 其实我一直在讲我还是比较懂你的 对就像这种植入式的销售场景 对我们旅游啊 因为我也干了很多年旅游 对我们旅游非常有价值 而且在我手里培养过 像你这样的销售背景的人 能够成长为销售管理者的人 也不下10个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样的机会 我希望你慎重考虑 我是这样子选的 因为 你先别说出你选择的结果 你思考15秒 再说出你选择的结果 15秒 探路者 亚唐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亚唐 我现在比较高兴 因为在这个非你莫属的平台上面 找到一份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地点也非常的适合我 在我们江西 在江西工作的话 这个可以一家谈聚 本栏目由港龙蒸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龙蒸蛋糕 菲尼莫属 港龙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要旅游找途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途牛客户端 英法源现金券 天津卫视光报 手机用天天圈 菲尼莫属圈子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 刘岳 男 24岁 北京人 北京北方职业学院 在职本科 行政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岳 是一名退伍军人 来自北京市副行政中心通州 是从去年15年12月份 退伍的优秀史观 今天能够来到 菲尼莫属这个舞台 我是想寻找一份 有关于市场 还有销售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站在你身边 我就不好意思 再勾搂这个腰了 就必须站直了 你刚才那个姿势 特别的矫健 这是挺胸抬头 君资标准 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真好 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老板们 你看我们所有的老板们 以他们的坐姿 有谁 是有潜质 我感觉呢 首先给我的第一印象呢 是这位 哪位 这位 就是小咖秀的 不会吧 停 雷他你再起立 他哪儿好了 他哪儿好了 对 你起立 就是说从其他人的坐姿来看 都是比较随意的 然后呢 就是说小咖秀的老总呢 他是比较这个 一直都是在挺胸抬头 没有后背靠在这个椅背上 这是部队的标准 我们接下来训练一下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各位如果按照这个 刘岳的口令 你愿意站起来尝试的 你就尝试 不愿尝试你就坐着 你喊你的口令 起步走 让他们到台上来 好 要想配合我的老总们 谢谢你们啊 首先这个都有 起立 太不干脆了 坐下 要有军人的作风 雷厉风响 都听口令 起立 都有啊 相左相右 转 都有 起步走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三四 踏步 三四 零六 小后 顿 向右 看 去 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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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志们 补齐 好 各位老板 还是比较自觉的 各位老板 不行 该训的要训的 对 包括我说话 不能眼睛盯着班长 向前看 要目视前方 否则班长会发火的 按自己的个人身高 进行排列 调整顺序 既然图老师这么说了 咱们就来一遍啊 看自个儿找到自个儿的位置 以个子排的为基准 向右看 去 你赶紧去前面 自己调 自己调 你要往前面 这个还是往前面 穿个高跟鞋的 脱掉鞋 这个还得往前面 快点 快点 你看你看 一脱高跟鞋 他已经逃离不了 最矮的命运了 反正慢了啊 有个别同志 有这个第二名 戴眼镜的同志 零 好 可以让他们回座位了 好 向右盾 左后转弯 切步走 一而一 跟前面走 跟前面走 一而一 一而一 来 刚才这几位上来的老板 有哪位 你认为是比较好的 我感觉呢 从基准名字标准 是立总 是非常不错的 他的一直口令都跟我走 包括呢 我让他两眼看前方 一直都没有看我 基本上 对 因为他脖子有毛病 两边 原来如此 最差的是哪个 最差的是 第二名看我这个 哪个 这个 这个 封口资本 封口资本 哥们 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 一般都在现场就报 因为我就是心真可快的一个人 这种的 在部队获得过什么荣誉 有请工作人员 帮我拿一下我的荣誉 来 有请 这个一部分 还只是一部分 来 谢谢 这些呢 包括我参加过一次教导队的集训 诗集的 还有这个 带过两次新兵 还有三次的 大雄的演习活动 就比如说这一个吧 刘岳同志在2012年度 预体指挥事关集训当中 工作突出成绩 优异被评为优秀学员 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对 我感觉是最深刻的 因为呢 这个阶段也是 在部队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当时是八个多月的时间 是为期最长的了 以前呢 我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 就不敢说话 不敢跟自己表达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感觉我变了 包括这种性格 有非常大的转变 这些容易 这完全是鲜血和汗水助就 很不容易 是吧 来 有请工作人员 说好 什么时候退伍的 是从15年 就是去年的12月份 有一阵了 对 找工作了吗 找了 现在就是说 在这个人力资源公司 做猎头顾问 助理 还有这个办公室助理 今天来应聘的是 什么职位来着 基础的这种销售岗位 要求薪金多少 薪金呢 是4000 4000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 行吧 对 来 我们第一轮选 这区后来 好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有才 谢谢 天生活有才准备了什么 PPT 来 展示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从这个部队的经历 我的职业规划呢 上面也写了 主要是销售专员 以后的一个规划 我知道各位老板 在这里听我讲这些没有用 之前呢 我也讲过了 所以说呢 我就想讲一个字 大家请看 就是一个字 干 我不想把这一个字 谢谢大家 包括刚才我那些荣誉 都是通过我辛勤的工作 还有这种干工作 得来的 部队有一句话 就是两横一竖 就是干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希望能干 多么高尚的职业 我只要希望能锻炼自己 我为什么选择销售 因为我感觉销售这个岗位 是每个公司 每个企业 必须所需要的 其他你说的再多 我感觉 都不如干得实实在在 干得漂亮 谢谢 怎么去做销售 咱们是否演示一下 所以说呢 我就是 你自己挑一样产品 卖给其中的一位老板 我看看你做销售到底是 怎样的 语言 挑咖啡之意的 银总 调咖啡之意的银总 什么产品 他这个加盟连锁店 加盟连锁店 找一个加盟商 是吧 对 你想找谁 这可是高难度 他挑战高难度 真是挑战高难度 你挑战谁 你想招谁 陈总 陈浩 挑个最难的 有勇气 陈总 是这样的 我们银总呢 最近呢 搞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然后呢 是在北京 上海 还有广州 各有几家这个加盟店 希望呢 您跟我们银总这边 一块碰碰这个问题 然后具体的形容 是一样呢 我以文件形式给您发觉 您可以看看 先了解一下 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呢 您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您看可不可以 我看过了 你就告诉我 我投资有什么回报 我有什么保障 投资不低于天使轮投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是你的 怎么叫投资不低于天使轮投资 就是我的理解啊 就是天使轮投资嘛 也是就是说给回报者 如果说要成为了一个 就是说行业的独角兽 他会拿出这个很多的回报 我是加盟一个店 还是 你能不能让那个专业的投资的 杨总给你批奖一下天使轮 我这个首先说他这个 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这一会儿拽出来撒词 但很明显他都是恶补 就可能昨天刚看到的 是吧 什么天使轮 什么给你这个 独角兽 独角兽啊 这些概念对吧 其实他不了解 那什么叫天使轮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陈总 这是实在的 刘悦呈现出的主要问题是 热情有余 智慧不足 那我想问最后 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问一下三位专家 你觉得他比较适合哪个岗位 除了销售之外 你这种 因为你从这个 人力资源的 这个猎头公司的顾问助理 转到销售 这是一个职业转换 我也想了解一下 我很好奇 你这个职业转换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动机呢 我就想更好锻炼自己 通过这个猎头这个岗位呢 主要是接触人 我自己认为是企业内部的 我想去走入这个社会 跟社会更多的接触去销售 从我们接收这个 负转金人给安排的岗位呢 更多的是一些服务性的岗位 比方说这个司机啊 或者是党群办的 负责工会的 负责离退办的 这样的一些岗位 是我认为 他们是能够胜任的 服务性的岗位 接不接受 接受 也接受 接受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榴 还有九盏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李浩阳开始 医学教育给你提供的是 这个市场的 这个专员的这样一个角色 许怀哲 谢谢李浩 我给你提供的是 一个销售岗位 是做解决网的APP 微信的这些推广 谢谢 谢谢 来 杨守斌 我们旗下有一个创投 这个俱乐部 来做会员的干事 边服务边销售 谢谢 真浩 他路着旅行旗下的 专门做这个团建 拓展培训的 这个培训师助理 有一部分的销售岗位 谢谢 银峰 卡普G给你留的岗位 是营运助理 卡普G 欢迎你 雷涛 谢谢 那我提供给你的职位 是我们的这个值班编辑 好 谢谢 圆竹 我给到你的职位 是一个市场销售的职位 杨派 谢谢 给你的岗位的话 是总经理 分公司总经理的助理 工作地点的话 就在通州 所以我期待你的加入 没向荣 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银科旅游 景区联盟的 商务拓证经理 谢谢 在剩下的九盏灯当中 灭掉七盏留下两盏 谢谢 有请杨派 真浩 谈前不上感情 谢谢 来 请揭晓 四千五 六千五 来 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没有 就是我对薪资 就是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说够吃饭就行了 行 那我来看到你的选择 来 十五秒钟 雅唐 探路者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 再见 好 为什么 我能跟他们握一下手 稍等一下 别急 别急 急什么呀 来 说一下 为什么谢谢再见 因为呢 就说我自我感觉吧 就说亚唐 我还对他的企业文化 包括架构 我还是不算了解 那你留他干嘛 因为呢 就说我想去的企业 灯已经灭了 哪个灯 哪个区业 哪个区业是你想去的 陈总 陈浩那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 这个老板的性格 哪期节目 也就是说 当陈浩一旦灭灯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了 你今天会谢谢再见了 但刘月 你要看什么岗位 更适合你啊 陈浩 陈总那边是做教育的 对吧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那个 真总这边做外讯师 拓展师 给你来说更合适 这就跟我们刚刚做销售 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目的 就是说 你不了解这个产品是什么 就当作 这是你自己的理由 亚唐你不了解 这是你的问题 并不是这个节目的问题 我特别想问你 为什么想去陈浩呢 因为我就感觉吧 就是说 这个老板人不错 我感觉他 言语非常犀利 是不是 老板人不错 也不会亲自天天带你 对啊 你又不是硬 你选择陈浩的原因 只是因为感觉 这个老板 很符合你的胃口 对吧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所以除了这个老板人 是不是符合你的胃口之外 其他的不重要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因为我现在处于一个 学习阶段也是 来 咱们问一下 那你要的 偶然你想问问 陈总为什么不选你 我觉得这可能对你有关度 我也想问一下 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陈总为什么不选 本来你一上台 我相信12个人的感觉 几乎可能高度统一 都认为你是个 执行力强又很实在的人 对 但是销售一掩饰 就把这个印象拉低了 为什么 好像你融入到社会以后 你学的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确实不应该做销售 你学了一些 不 我没觉得你不该做销售 我是觉得你可能 你的沟通后来带出了江湖气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你的那个实在 好像变了味道 所以我就选择灭灯了 而且我觉得你对职场 没想清楚 但是现在你又给了 这么一个离职理由 你只要在 现实职场里头 从4000 跳到6500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在你适应社会生活的这段时间 你可能时而会彷徨 到底应该做哪种人 我到底是应该保持原来的坦诚 还是有些适当的掩饰 于是在这种恍惚之间 会出现某种尴尬和不利局面 比如说刚才 使得大家对你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你内心最好 做好一种决定 我到底坚持做哪一种人 否则的话 在将来的选择的过程当中 你会越来越痛苦 好吗 不管怎么说 祝你在接下来的工作顺利 谢谢再见 谢谢梁文静 谢谢梁文静 我下场的感受呢 我感觉我是非常彷徨的 因为突然呢 场上的老板过 开那么高的工资 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也不敢去选择这种的 确实感觉就是说 对不起两位老板队伍的看重 谢谢梁文静 谢谢大家